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第八课的学习就是观光 这个情景呢是这样的 这位男士和这位女士呢 他们是多年的同学 然后这位男士呢他出国了 然后最近又回来了 然后他们在计划呢在上海进行观光 还是照例 我把这个情景啊给大家先解释一下 这位女士先说 她说 这句很长了 就是说 你到美国去了两年 这次回来 我想城隍庙总归要陪你转一转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到美国去了两年 是这么说的 能到美国去了两年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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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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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美国去了两年 能到美国去了两年 这次回来 个堂 就是这次的意思 个堂 个堂 回来 为了 为了 我想城隍庙总归要陪你转一转的 城隍庙呢 也是上海的一个风景圣地啊 所以呢 到上海的人呢 是一定要到城隍庙的 城隍庙 我们这么说的 城隍庙 城隍庙 总是要陪你转一转 转一转也就是观光的意思了 好 这句长句子再跟我念一遍 能到美国去了两年 可堂回来 我想城隍庙 中国要陪你转一转 能到美国去了两年 可堂回来 我想城隍庙 中国要陪你转一转 然后呢 这位出国的男士他说了 哪位能想着 老弟子说 我安拉最乎是到城隍庙了 这个意思就是啊 南位你想着 以前小时候 我们最喜欢到城隍庙来的 南位你想着就是 南位 南位你想着 哪位能想着 哪位能想着 以前 上海人说 老弟子 老弟子 小时候 小人广 小人广 我们呢 就是阿拉 阿拉 城隍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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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男士说 哪位能想着 老弟子小人广 阿拉最乎是到城隍庙来的 哪位能想着 老弟子小人广 阿拉最乎是到城隍庙来的 这位女士又说了 这个就是说啊 出去吃两年西餐 倒还是挺想着城隍庙的点心 出去就是 这位男士 吃两年西餐 吃餐 吃餐 想着 可以说 吃几 吃几 点心 地心 地心 吃几除了两年西餐 都还没吃几 怎么没有个地心 吃几除了两年西餐 都还没吃几 怎么没有个地心 这个男的说 他说 这个意思就是说 到底不一样 西餐再好吃 总是不习惯的 到底 到底 不一样 上海人是这么说的 两样啊 两样啊 西餐再好吃 西餐最好吃 西餐最好吃 总是不习惯 不习惯 我也贵 我也贵 总是 说到是 中规 中规 好 这句 再连起来 跟我念一遍 到底两样啊 西餐最好吃 中规 我也贵 到底两样啊 西餐最好吃 中规 我也贵 这位女士说 我也贵 你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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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家应该听懂了吧 就是说 我们进去坐一会儿 七壶茶 好吗 我们 安拉 安拉 这边呢 已经再三强调了 进去坐一会儿 就是 你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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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壶茶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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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特别喜欢说的 好吗 好吗 安拉 请你坐一会儿 好吗 安拉 请你坐一会儿 好吗 这位男士说 好吗 好吗 南南美国 我怎么想起 这个酒 这个就是说 好的好的 在美国啊 我常常会想起 这儿的酒区桥 好的好的 就是 在美国就是 在哪里就是 所以在美国就叫做 这儿 酒区桥 酒区桥呢 它也是城隍庙里面的一个风景 酒区桥 这句就是 这个女的说 这个女的说 鼻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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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就是 嘎读 嘎读 许多是叫做 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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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地方 酒区地方 酒区地方 尼多区 就是 就是认不出 就是认不出 的意思啊 认不出 所以 这个女的是这么说的 这个女的呢 她又接着说 她说 是的 现在南京路是步行街 不通车了 南京路 女京路 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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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 我们是叫做 所以步行街的就是 步行街 这句句子 我们再说一遍 这位男士 他回答道 我也想到浦东去 哭哭东方明兹 经贸大厦 四季公寓了 这就是说 我还想到浦东去 看看东方明珠 经贸大厦 四季公园等等 东方明珠 经贸大厦 四季公园呢 都是浦东的一些 景观 浦东 浦东 那浦西就叫做浦西 浦东 浦西 浦东 浦西 东方明珠 东方明兹 经贸大厦 经贸大厦 四季公园 四季公寓 我们上到浦东去 区区东方明兹 经贸大厦 四季公寓了 我还想到浦东去 亏亏东方明兹 经贸大厦 四季公寓了 这个女的说 好呀 我等下就在到浦东 得也去 好呀 我等下就在到浦东 得也去 这个就是说 好啊 我们等会儿 就在到浦东 逛一圈 好啊 就是好呀 好呀 等会儿 等下 等下 逛一圈呢 是说 得也去 得也去 这句句子连起来说 就是 好呀 我等下就在到浦东 得也去 好呀 我等下就在到浦东 得也去 好 那这个情景就结束了 下面呢 我们还是照旧啊 呃 我们来对话一下 能到美国去了两年 跟他为了 我想什么 没有中国要 北东 做也做 因为 能想的 老弟子说的 我最后 是到什么 的 自己去了两年 现在 都会没去 这什么 的心啊 到底两年啊 现在最好吃 中国要是贵 我们去做也 是 不如说好啊 好好啊 来了美国 我最梦想去 给大家救救 个两年 三个比较 就个地方 能问您的了 是 以前就有经典子 不应该 我可以出自 我也想到 普通 可以 东方美资 经贸打沙 四季公寓了 好呀 我等下就在 普通 得也去 好 那我们再拿 普通话解释一下 你到美国 去了两年 这次回来 我想 城隍庙 总归要陪你转一转 难为你想着 以前小时候 我们最喜欢 到城隍庙 来的 出去吃了两年 西餐 倒还挺想着 城隍庙的点心 到底不一样 西餐再好吃 总是不习惯 我们进去坐一会儿 几乎查好吗 好的好的 在美国 我常常会想起 这儿的九区桥 这两年上海 变化这么大 许多地方都认不出了 是的 现在南京都是步行街 不通车了 我还想到浦东去 看看东方明珠 天茂大厦 市区公园等等 好啊 我们等会儿 就在浦东 逛一圈 好 我们再拿上海话 说一下 我们到美国 去了两年 跟唐园来 我想 城隍庙 中国要被人 走一走 那位 我想的 老弟子说 我最会 去到城隍庙 出 他吃了两年西餐 都还没吃起 城隍庙的地心 到底两年啊 西餐最好吃 中国有个机会 你自己吃 也吃 泡沫酥 好吧 好啊 那美国 我最没想起 给大家 去 去 好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结束了 第八课的观光